大嶼山医院是大嶼山医院唯一的一间医院 有住院、有门诊、还有多个日间的服务 我们的治疗治疗师来说 就会做一些个人化的治疗活动 其实我们用一些原理的活动 去达到一些特定的治疗目的 一些文献都告诉我们 一些认知障碍的病人 其实做这个原理治疗的效果都很理想 而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其实都是一些不可以逆转的脑部功能退化 我们治疗的目标 就不是说要恢复他们在患病之前的状态 反而就是着重如何去保存他们剩余的能力 希望透过那些治疗可以减轻 或者减活他们的退化 我参加了这个小组有多几个月 三个月都有了 开始不是中风就是COVID 而且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像 好像已经是 算是时候都到时候了 应该走的了 开始是这样想的 那时候大概是七、二岁左右 都是 因为在之前 其实我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一个人 但是我很多很多东西 我开始已经是没有 不想了 没有兴趣了 为什么? 因为我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 我 我儿子说 你记得回家 我差点连回家都不记得了 你记得我 我说你差不多都不记得了 就是到这样的程度 开始 开始 很严重的 开始 在做职业治疗的时候 开始我都说 都不用做这些东西都好 我觉得都挺麻烦的 转了 转了过来 我都 有多小抗拒 因为我自己 住太多医院都很怕 很怕在什么 我说 华里不知道要搞多久 但是 来了没多久 我觉得 跟姑娘接触 我就觉得 不单止人很好 而且很细心 对我们这些病人 所以我 我都愿意 去参加一下他的活动 越做越喜欢 而且做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的 记忆力 记忆性方面 好了 真的好了 就慢慢慢慢 我就 就 开始感兴趣了 所以就 一直 一直都做下去 后来就 跟着就 完毅小组 完毅小组以后 我就 觉得 那些就 更加适合我 我们开始 就 种花 自己去选 种花 都很 很开心 玩这些活动 每堂都有 新的 尝试 有新的 觉得很好 嗯 你记不 第一堂 我们 种植物 将花移盘 是 移完之后 你和植物 说什么 你很担心 我 不要死 第二次 我们回来 不要没鬼 是的 很害怕 然后我就说 我们试试正面一点 是的 你要快高长大 这样跟他说 是的 这样 事实上 我们隔了一个星期 再去看那些植物 事实上 看它 真的大了些 我们都很开心 不论植物 或者是人 都是 只要是 我们下了心 下了努力 它一定会有 有成长的 有好处 没错 我就是觉得 我现在记性 就好了很多 就 再不会好像 去到金钟那里 完全不知道 去到哪里 不懂路 那些 那些现象 没有了 我叫 教会那个朋友 不用跟我 为什麽还跟着我 他说 我还是担心你 但是他后来 他都是后面 跟着我 他没有再 再说些什麽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自己可以 行动到了 嗯 我自己个人认为 对我 真的帮助大了 很多很多 怎样 因为 起码我对生活 开始有个兴趣 所以 在这个之前 我真的已经是 是不想了 那我们都很希望 其实病人 可以投入在一些 灾众的过程 或者 圆藝的活动的过程 他们可以充实的 和觉得开心的 而家人 亦都可以藉着 这些机会 可以和病人 去建立一些 开心愉快的 一些体验 那对将来 参与治疗 可以有更加多的 读院